众所周知 婚礼时新郎着红新娘着绿 寓意红男绿女 如今蓝忘姬身着绿色青衫 怎能让姑苏众人诧异 可仪式正在进行 他们就算有问题 也不可能打断仪式 坐在中堂上的蓝西尘 看了两人的穿着 微笑之后不由地轻轻摇头 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蓝忘姬了 看着蓝忘姬满心满眼的宠溺和喜悦 蓝西尘哪里能还不明白 只要能与魏无羡在一起 她这个弟弟对其他细节都看开了 什么红男绿女 不过是不相干的人看在眼里 她只需知道事实结果就好 李月亭 蓝忘姬和魏无羡在思议的话语声中 拜天地 拜长辈 互拜行礼 在思议大声地说出里程后 蓝忘姬主动握住魏无羡的手 两人就这么手牵手地走出礼堂 来到客厅 接受四方来客的祝福 魏无羡性质缺缺地握着蓝忘姬的手 时轻时重时力 蓝忘姬微微侧头看了魏无羡一眼 对她传音入密道 别闹 仪式结束 我们就去采医阵 聂怀桑在香菜馆定了酒席 蓝忘姬知道 姑苏蓝氏的仪式单调冗长了一些 让好动得魏无羡一直忍着 确实有些难 回握了魏无羡的手 二人就这么站在客厅上 看着听着姑苏蓝氏亲眷子弟 一一上前 为他们送上美好祝福 魏无羡闷得都快睡着了 上前说 贺慈的送礼物依旧络绎不绝 贺慈翻来覆去 就那么几个 魏无羡听得无聊至极 只能暗暗在心里安慰自己 还好平日迪迈与分支的族人 不在一起生活 要是天天如此 他会疯的 好容易见完所有蓝氏所有族人 魏无羡本以为可以结束了的时候 姑苏蓝氏的客亲们 和姑苏蓝氏的外姓 只是涌了进来 蓝启仁最后上前 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宜林老祖魏无羡入蓝氏族谱 以后大家是一家人 希望大家守望相互 蓝氏陈也从礼堂里出来 走到二人身边 对二人道 走吧 我陪你们去上族谱 当所有人的离开 魏无羡才松了一口气 靠在蓝忘机身上 听到蓝氏陈的话 随意地对蓝氏陈道 多谢大哥 而走出客厅 走在最后一个的蓝启仁 看到魏无羡毫无形象 可言的模样 重重地哼了一声 不过今日是他们大喜的日子 蓝启仁就是再古板 也只不是驯化的时机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转头 正所谓眼不见心不凡 为了眼睛着想 蓝启仁快步离开李店 魏无羡听到蓝启仁的冷哼 微微退了半步 让蓝忘机挡在他前面 若是在这大喜的日子 被逊也太惨了些 不过还好 看着蓝启仁离开的背影 魏无羡常常吐了一口气 如今李店只剩蓝氏兄弟 和魏无羡三人 魏无羡放松许多 才问蓝忘机道 这李店平日都是关着的 近来才知他居然这么大 与外面看到的不一样哦 蓝忘机拉着魏无羡 跟在蓝启仁身后 一起走出李店 大门自然关闭 看着外形与普通屋子差不多大 可进去了才发现 屋里空间至少大了十倍 这引起魏无羡的兴趣 蓝忘机没说话 蓝启仁却说道 这李店据说先祖在时就有的 先祖不说 没人敢问 如今看来 其中玄妙与空间规则有关 你若是你感兴趣 以后可入内参物 蓝溪沉浸去元英七 能沟通天地灵气之后 也发现 这个世界由规则组成 金木水火土五行 是最基础的规则 对于规则了解越深 对于天地灵气的领悟 也就越深 而时间与空间的规则 显然比五行更深哦 你能看到 能感觉到 但就是看不到 蓝溪沉知道 魏无限修炼的天赋极高 他相信就如同金丹不是修士的极限一样 原因之上 必定还有什么 也许他接触不到 但魏无限却是最有可能触摸到的人 还有就是 蓝溪沉看了一眼 从外表看如同普通人一般的蓝忘机 他这个弟弟 修为又精进了 如今他早已无法看出蓝忘机的深浅 聂怀桑显然准备充分 他在香菜馆后门巷子尽头租了一间大宅 不仅带来不好露面的齐皇一脉温氏姐弟 还有与他还有联系的昔日同窗 他们手脚有残疾 不愿出现在外人面前 可魏无限的喜酒 他们还是想喝的 魏无限看到这些满是笑容祝福他的故人 别提多开心 接受他们祝福的同时 魏无限也安慰他们 肢体残疾并不是废人 只需勤奋修炼 天节后的灵雨 能让圆英修饰身体修复 也许他们踏足圆英 就能肢体重生 也不是不可能的 虽然青少年一辈天节 不是主动找上谁 可看蓝氏双臂 和镊氏双尊的情况 只要一直修炼达到金丹极限 就能引来天节 他们还有希望 前来喝喜酒的众人知道 魏无限不会无地放食 他说可能就是真的可能 摄日之争战场上受伤残疾 他们不是没有怨恨过 可事实如此怨恨又有何用 迪迈父母还在的还好 失去父母庇护的几乎都被家族放弃了 原本不过是来渐渐昔日同窗固有 聂怀桑传训可谓生泪俱下 魏无限怀念固有想念他们了 虽然他们残疾之后不怎么出现人前 可得夷灵老祖怀念 他们的心情还是很好的 众人想着残疾已是事实 难得夷灵老祖魏无限不嫌弃 干脆都来了 大家对魏无限满是祝福 而魏无限显然把大火都放在心上 还得出最好的预测结果 都是年轻人既有了希望 哪里还少得了热血 不宜会大宅子里传出喧哗劝酒之声 魏无限被众人灌了不少酒 借着三分九亿对温情道 请姐把哀怨送我做儿子吧 温这个姓氏对仙门百家而言太过敏感 你不会让他同婆婆四叔他们一样 永远躲在魏家庄吧 温情微微一愣 却是看向蓝忘机 摄日之争温氏负面 他原以为会成为温氏陪葬 即使他是反对温若寒对付仙门百家的 可他毕竟姓温 对仙门百家而言 姓温就是罪过 不曾想 姑苏兰氏宗主将他们一只俘虏都要了过来 薛阳更是买了大庄子 让他们能安稳生活 要说在摄日之争中 他温情旧的仙门百家修士 不独魏无限一人 帮的也不止魏无限一人 可唯有他在战事之后 想到保下他 保下他们一脉 对魏无限 他是信任的 可让阿怨作为无限儿子这种事 温情从没想过 为家庄生活安稳 能在这里生活 对于他们这些所谓的温氏余孽 已是万幸 他怎能奢求过多 而且 温情可是知道的 姑苏兰氏嫡系血脉很少 旁之血脉可是很兴盛的 韩光君兰旺姬想要收养孩子 只怕兰氏之脉任何一家 都愿意将孩子过季给他的 何必要收养哀怨 蓝旺姬看着温情疑惑的眼神说道 魏英觉得那孩子和他演员 我们今生注定无子 魏英喜欢 就让他来云深不知处吧 毕竟让他姓蓝 比如今姓温要好 蓝旺姬的话简单明了 魏无限想养 他就同意 温情轻笑 何止是姓蓝比姓温好 韩光君兰旺姬 与夷陵老祖魏无限之子 仙门百家谁敢小看 就像薛扬 半大少年 凭什么在不夜天城中仙门之手面前 毫不怯懦 还让仙门百家畏惧不已 不就是因为他薛扬 是夷陵老祖魏无限唯一的亲传弟子 温情笑中含泪 满上酒杯 站起身来对魏无限微微躬身行礼道 谢谢 魏无限测过身体 只肯受温情半礼 而后举杯回敬温情 天子笑入口绵柔 喝下后腹中暖暖的 看着温情 看着坐在一旁有些呆愣的温宁 魏无限笑容绽放 没有对不起 没有最后的别离 大家都好好的 真好 好